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我看那些司法的分析 就是说你做无罪辩护了以后 你的其他那些因素 比方说减刑或者情节处理 本来那些东西全部都不算了 那些都不能考虑了 但是我听到的一个说 它等于是孤注一掷的原因 是因为它好像是它不是出犯 虽然这种类型的案件它不是出犯 但因为它以前有其他的事 所以第一它不是出犯 然后第二呢 它这个因为如果说它认有罪的话 它不是第一个人吗 等于它什么各种情节加起来 它是要从众的 所以它这个孟哥的感觉就是说 既然要从众的话 那我还不如孤注一掷 便无罪 所以它这个策略到底是什么 这真的真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无罪辩护的后果是 假如承办有罪的话 判的就是重吧 我们看那个不后先生 不后先生不就说都说无罪辩护 是啊 他什么都无罪 所以结果弄了个无期 不后夫人就减刑 减了一些 他本来应该可能是死刑的 结果就变成了无期 但是感谢党感谢政府 但是这个网友啊 你咱首先得肯定啊 这个网友他不是法官 这个很多网友法律支持 不一定有多么完备 对吧 但是呢 他的这个感受啊 很真实 就像你说的 那你觉得有些人那个该判死 但是没判死 但是网友还觉得呢 有些人不该判死 怎么判了死呢 嗯 我知道你想说谁 你觉得今天早上 对 今天这个 夏俊峰被执行死刑 夏俊峰被这说的也很可怜 这个啊 这个等于微博上啊 一直在有一种啊 同情他的一种势头 是的 这个一同情起来啊 那就是苦情戏了 就是哎呀 执行死刑啊 这个夏俊峰提出来啊 我死以前 跟我的老婆孩子 合个影行不行啊 说他们都不让啊 当然是他老婆说的啊 他们都不让啊 这帮你合影照片吗 在在 不是 他死刑之前去见他最后一面 哎 说想拍张照 然后结果没让 反倒是李爱呢 买了他儿子一幅画 没有 那是比较早了 就是比较早之前 然后呃 他的妻子张金呢 在这个微博上呢 会发一些 他儿子画的一些画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见 我就觉得他儿子画的有一幅画 我特别喜欢 是一个小 可能画的就是自己 然后绑了一个那样子的白布袋 是说是在学校运动会上 然后在为那个自己同学加油 所以那个上面写的加油两个字 然后那个 那个画上的那个孩子就 活灵活现的一种 就是很很高兴 很亢奋 让人很正能量 然后我 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我就给这个 当然肯定心里头 也是有同情的成分 然后有这个 想帮帮忙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我就给这个张金 发了个私信在微博上 然后我的意思说 我说你儿子的这幅画 我特别喜欢 不知道你们卖不卖给我 能不能卖给我 然后张金给我的回复说 我儿子呢 从来没有 从来不卖画 不愿意卖画 说但是我可以问问他 谢谢你喜欢 我们儿子的画 就觉得特别有礼貌 好像就整个过程 挺有素质的 你可以看 虽然不是李爱买的这一幅画 他儿子画的这个画 还是真有点感觉 你可以看 你看这是他儿子画的画 我们还有没有下一张 有一张 你看这他儿子表示 他儿子想他爸爸 你看他爸爸是这么一种 超现实的方式 在梦里头 对对对 胡茶子在下巴上 这个父子在梦中相见 这种感觉 还有今天在网络上 比较红的一幅画 就是他趴在他爸爸身上 他爸爸笑的眼睛都是弯弯的 然后他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趴在他爸爸身上的一幅画 那个话也非常好 但是李爱 我要打断你 为什么同情他 对 因为你想他们本来就是想 好好营生的一对 一对夫妻 一个家庭 然后开了一个 也不是开了吧 就是搞了一个小小摊 卖烤串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因为城管的这个 这个就各方面的这个执法的原因 然后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会有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说本来这一家人就是想自食其力 靠自己的劳动 挣钱 然后让一家人能够能够有温饱 一个这么卑微的要求 一个这么卑微的想法 都没有能够实现的感觉 就是会让人很难受 当然你说这个过程中 这个细节当中 到底这个城管有没有打他 然后他是不是防卫过当 是不是正当防卫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不想去变酒 变 就是不想去考救他 或者应该考救不了 因为这中间的细节全部缺失了 就是你说杀了人 他们就说被杀的那个城管 也很可怜 那也不是妇人家 是 多家四辈单传的儿子 这个说实话 我也 你同志两个 我也很觉得他们那边也很可怜 说实话也很可怜 而且我是觉得 这个不管是孟哥 还有是这个案子 最近的案子 你看出来没有 都有一个情理法的问题 就是你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个案子 我过去做过 这个夏俊峰 如果说是城管 把他压进去之后 打了他 甚至折磨他 或者怎么着 他这个暴起杀人 那甚至都有防卫过当的 这么个性质 那更可不要他扮死刑 那就是冤案 对吗 可是存在不存在 这种可能 假如说不是公检法作弊 那个西方司法 也有这个问题 你要找出证据来 你要你证据证明 他当时遭受了这个 但是如果最后 确实没有找到证据证明 那么 你这又怎么说呢 这个反而如果找到的证据 是 就是他杀人 那么你说这个事 你同情 你是建立在法律认定的 事实基础之上 大家的一个 就是比较常识的感觉 就是说本来这些人是 这三个男人 在发生这个案件里的 这三个男人 他们互相是不认识的 他们没有之前的 积怨跟仇恨 他只是在于一个 这样的一个城管执法 然后小贩 不愿意让他收掉我 那个就是养家糊口的工具 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当中 才产生冲突的 如果没有这个事情 他们三个人 其实是相关无事 根本不认识的 那如果说这个过程 就大家猜的 这是完全是从自己的 情理上去推断的 不是从事实 我得先说明 那从这个感觉上来说 如果说你 你没有对我咋样的话 我为什么要同你呢 就是大家的一个 情理的想法就是这样 就大家都希望说 这事根本就没发生 这三个人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仇恨在心里头 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 事发生 根本就 今天我们来的时候 就我看街上 一帮城管在路边站着 我说他们干什么呢 我们的同事跟我说 就是注释执法的 现在城管不敢打 或者他不敢上手 就是现在有的地方 城管就背着手 你知道吗 围一圈就注释 注释执法 注释这小块 因为人的心里头的 这种同情 它是一种感觉 就有时候 他可能会是在法理之外的 比如说刚才你问我 你为什么同情 说实话 我一时半会儿 我还真是 因为老实说 这中间的很多细节 是缺失的 你也很难说 夏郡峰一定全对 这件事情已经拖了很久了 是吧 是拖了很久了 网络上已经引起了 非常大的 就是已经积蓄了 很大的关注量 对 在最后这个宣判之前说 传媒已经收到 怎么样报道的指引了 对不对 就反正我是看见 微博上有一个传媒人 但他没加V 但是他的那个 好像这个备注上 写的是传媒人 然后发了一条 就是说 他说应该明天就有结果了 因为媒体已经收到了 什么关于就是 如何报道此案的一些指引 好像是 然后所以 所以你在看张晶的微博 张晶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开始紧张了 说我睡不着觉了 到底怎么样 什么希望是好结果 什么之类的 这种这种开始就来了 纯粹要是非常理想的 司法独立的话 我的这个整个事情的建议 我只有一个 就是以后这种 这种 这种 真讯啊 刑 就是这种调查的房间 装CCTV 对 公开 这是最重要 将来有案可查 你现在街上 到处都装 什么地方都装 你这么重要的地方 说实在话 我去过派出所 隔壁 哭天喊娘一大堆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问警察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别去管他 但是这都是推理 你不能以这个推理来证明 所以你没有证据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说 纯粹从司法 那么在没有实际的证据的情况 这事情只有三个人 那这件事情 一个人杀了另外两个人 你 我们不讲民情 别的之类 这个事情是蛮技巧的 因为他身上有把刀 怎么会有把刀带进去 之前也没人检查 那么就算 假如说是单纯 人跟人冲突的话 别人拳头打你 你也不应该用刀去捅人家 世界上每年约有1750万人 死于心脏疾病 心脏病发病率不断上升 究竟原因何在 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灵 是抵御心脏病的最佳良药 关注健康 从关心开始 好感感冒药健康新概念 星期二至六 凤凰卫视中央台 李爱还觉得不公呢 是吧 不不不 说实话呢 我是今天开手机之后 看微博 有很多的人 就会把一些同类的案件 做一个对比 不是完全同类 但是最近判的一些案件 比如说像不候夫人判死缓 然后有一个警察 那个开了五枪 杀了两个村民 然后判了不到十年 类似于这样的案情 做对比 其实多少是在帮夏俊峰 喊冤的 那我呢 说实话 我是想说 如果说先天对夏俊峰的 这个判刑 是高等法院深思熟虑的 是他们觉得 最为正确的一个结果 和考虑的话 那是不是能够 做一个事宜呢 既然大家现在 有这么多的疑问 给大家 做一个普法吧 你想像我 我也很想知道 那为什么 他就一定得判死刑 所以 这个中间的 这些细节啊 什么的 现在我们都是从网上 我都不敢 我都不好意思 拿到节目上来说 因为我只敢 只能说这些 都是道听途说的 都不知道 是不是准确的 现在没有人能够 给出一个 特别准确的东西来 那既然这个是 高等法院最后 做的决定 那是不是能够 由这些 最为权威的 政府部门 给出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细节公开的东西 包括 给大家做一个 普法的工作呢 就是一切公开 对 可查阅 对 可查阅 可验证 我相信肯定 也有很多人是可能 比如说这个东西 细节有很多 这个卷宗会有很厚 不会有很多人 真的是愿意 去细细的去了解它 但是也有人 想要了解啊 比如说像我想了解 你是不是应该提供 这样的一个选择 让想了解的人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去好好的了解一下 徐老师怎么看 中国的现实情况 是司法问题 不完全司法问题 都有很多政治的考量 这么多 像这件事情 这么大的 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也是跟网络有关系 你还记得有一次 那个八叔猎女吧 她是有三个男的官员 要调戏她 最后她拿了水果刀 捅死一个 捅死两个 还是捅死一个 捅伤一个之类的 对不对 新儿女英雄传 那个官员拿钱拍她的脸 这日子过得真快 这前两年还在事 八叔猎女 结果网上一片同情 但我就关注到那件事情 最后她判是过当防卫 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 但是无罪释放 我当时就觉得 一般防卫过当 你也是有错的 也是有错 不管怎么样 当然是 因为当时 那三个男的身上 并没有刀之类 而且他们也没有实行强奸 也没有控告强奸 就只是侮辱的东西 那看得出来 那个时候 整个这个法院判决 是考虑到民意的 这个大背景是 从03年SARS以后 我们国家对民意的这个重视 跟着网络的技术的发展 是同步的 成为这个国家的 因为你想 从03年到现在 十年里面 中国的经济翻了 我忘了五六倍还是多少 可是体制上 政治体制上 并没有实质性的大的变动 那照说 这会酿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有人都会担心说 你这样变化大的经济 你这么一个东西不变 可是感觉上 大家觉得政治在变 这个感觉哪里来的 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民意的重视 就是对群体事件的重视 你记得吧 过去这十年 一旦一件事情 死了多少人了 引起了很多人 关注了 上层也会高度关注 这件事情的意义 就会超出它本身的意义 对不对 第二件就是网络的发展 所以一个网络 微博的这个 虚拟的政治空间的发展 跟上层 执政集团对民意的高度重视 这个同步给了我们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的政治跟经济 同时在发展 所以现在在中国 你感觉没有 这个关注就是第N种权利 对 它是一种权利了 实际上谁在这个权利面前 也不能不多说 那么这个关注下面 有一个大前提的 就是我们以前反复说过 就是大家都会 有一个普遍的道德规则 就是穷人比富人好 老百姓比官员好 多数比少数好 所以这个里边 非常关注 就像你一开始说的 它是被城管 对不对 它的冲突的对方是城管 它是一个 我们大家非常同情的弱势群体 而城管呢 在某种意义上 是你执政机构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社会上普遍 因为老实说 你平常一般老百姓 碰不到最高法院的 你碰到的就是城管 怨气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的这种 你说非理性也好 你说群众意识也好 就对城管的这种 普遍的激怒 转化为了对夏军峰的同情 你终于把我同情的来源 来说清楚 就是借他人之酒杯 交心中之快累 是你自己心里 对这个社会 或者对司法 有所怀疑 有所不满 是吧 或者对这个社会的贫富 官民之间的问题 所以你看 你的都是还没判的案子 按说我就说了 网友哪是法官 更不是侦探 对吧 有谁知道 真能知道多少真相 但是你看 都没有判的案子 甚至是 你都法院都判了 夏军峰是杀人 但很多人不信 认为他冤枉 李某某 对吧 也没判 但是很多人就认为 他肯定就是强奸殴打 这没跑了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 他来源于什么 但是实际上 不管什么人 我就想 要不要咱们讲孟哥 我也觉得 还那么多人的骂他 可是怎么说 你现在你要为他说句话 也骂你 可是实际上 我要说一件事 这个诉讼制度 这个诉讼制度的设计 这是源于西方 所以你发现没有 西方的出发点是什么 人性恶 中国是人性善的 作为人性善是什么 就是说 你教子乌方 你怎么还给孩子辩护 对吗 你孩子都这样了 你不反省 你有良心吗 对吧 你看咱是这个感觉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西方人对这个 会能够理解的多 就是说 这个诉讼制度的设计 就是你被告 你当然要出尽一切 当然是法律允许的手段 为你脱罪 因为一罪从无 怎么说呢 你看辛普森 辛普森就是 哪怕全社会就明知 就是他杀了他老婆 可是呢 他可以用一切的手段 我律师好 我什么好 不管怎么着 我最后证明 你法律 才定我无罪 才定他无罪之后 你注意没有 其实西方人也是骂 说我们这个法律有问题 可是尽管是这样 也没有人说 要废除这一套 没有人怀疑这套制度 没有人怀疑这套制度 因为这套制度 也就是像说的一样 它是最不坏的一个制度 其实我对美国的司法 就认识的非常肤浅 我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是看那个电视剧 The Good Wife 因为它里面有讲 大量的关于司法的东西 我是感觉说 你当然在这个法律面前 你也不可能真的完全平等 比如说妇人 我就可以请很好的律师 我可以请很大的一个律师团队 来帮我找各种漏洞 就是规则上的各种漏洞 来帮我脱罪 对吧 那但是又它有另外一个制度 可以牵制这个部分 它是一个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呢 它就是一帮跟这个罐 案件没有关系的普通人 那普通人就会像我一样 我会多数的同情弱的那一部分 比如说一个穷人 跟一个富人打官司 那从陪审团 如果我是一份子 一普通人嘛 他都会 首先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 他会多少 他会偏在穷的这一部分的人 不一定 这是中国的老百姓 对 这中国革命的后果 它这个法律制度 我跟你讲 它法律制度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陪审团的组成 双方律师 对它都可以制定 我认为什么 比如说包括在美国 是有色人种 它有成分的 这个我知道 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是因为我看到其中好几 中间好多集 他都会说到这个律师的一种策略 就比如说他代表的是 在这个两方的案件当中 比较弱势的那一方 他就说你一定要把你的弱势 弱的这个部分 就在这个法庭上展现的零零净直 因为这样你会得到陪审团的同情 对 他当然也有冤假错案 但是你看基本上他的整个社会 没有人否定这个制度 就觉得咱们有事还得打官司 而且你知道我就说法理情 包括道德和这个法律的层面 有些时候咱们这个分不太清楚 你比方说 我们要没打官司 其实如果我欺负你了 或者是怎么着 我其实很容易可以给你道个歉 你明白吗 就是说对不起 我错了 可是你会发现只要一起诉 我不能随便给你道歉 他就性质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你看从法律到道德之间 他有时候我们不太分得清 我们去一家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中华小姐18强选手 现后度假天堂赛班 体验当地文化 享受无敌美景 广州长龙旅游度假区特约之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美丽前奏 星期一至五分黄卫视中安台 就现在普法普怎么样了 我是觉得其实我应该算办法忙的 就好多时候我看了很多 我也会晕 特别是现在吧 资讯多 但是你又不知道途径 途径是否就是可靠 消息来源是否准确的时候 你也很容易 真的你很容易被网络上的东西 牵得就跑了 你的情绪也会跟着跑 关键就是还是要 逐步的追求司法独立 就是说民众现在的这种 对司法的这种态度 我们刚才讲了 有所怀疑 有所怀疑是有政治情绪 但其实是个恶性循环 因为他的确看到了很多案例 判例是有政治考量 人们对于所有所谓司法的独立性 就产生了个不信任 因此产生个普遍的同情恶者的 甚至是个逆反的 你怎么说我们就同情另外那一方 我都觉得就说替这个法官做难 你比方说就像这个李某某这个案子 最好是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那么这个事情就好判了 对吧 但是我就说万一 万一有个什么 那叫你说他敢判吗 我跟你说 如果他判他无罪的话 那另外四个人 那怎么办 他们都已经承认有罪了 还得平反 说你们撒谎 你根本无罪 因为他没罪 那他们当然也没事了 那另外四个人怎么办 得重新来过 到过来控诉他们 欺骗法庭 那这个事情就 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香港历史上也有 就是这种争产 也是天天上头条 全香港人啊 也当成话题 这么聊来聊去 这么议论 可是但是好像最后 这些议论干扰不到 法院的最后的 那人家是家里的事 大部分老百姓是看热闹 有钱人原来也过得 不是那么舒坦吗 但是他们骨子里相信法官 那倒是 在香港 而且他也不会因为穷人富人 来做一些政策的调控 对 基本上你看香港 就是最后他判了 这事就这样 对吗 就不要宏观调控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 也很可怕 那也很可怕 私房是很可怕 他也在这边 很可怕 但是还是很可怕 还是很可怕 anh为止 谢谢大家